Hello,大家好,我们是糟糟猫 这一集跟接下来几期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八天游轮之旅 我们选择的游轮是Royal Caribbean,皇家加勒比 型号是The Siphany of the Sea,海洋交响号 我们在年初就book了这趟感恩节行程 因为查询过11月中旬是Visit加勒比的好季节 经过了漫长的期待,我们终于在11月19号那天顺利登船了 登船前可以把所有行李都交托给船下的工作人员 然后我们背着两个书包登船了 因为书包里装了很多重要文件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选择先交托行李 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船上开始玩了 因为房间是下午才能check in 51点DP登船 但是抵达后发现很多人都已经提前登船了 所以大家可以早点去登船 然后提前book餐厅和show 这边是安检大厅 不安检的时候有查询我们的证件 包括护照和签证信息 之后这边可以在幕布前面拍一张很正式的照片 建议大家都穿着打扮一下 因为这张照片效果非常好 也是我们唯一打印出来的照片 之后我们通过了一个空中廊桥登船了 这个廊桥链接了航站楼和邮轮第五层 从这个通道可以看到很多黄色的救生艇 你可以看到这个船的体积非常大 从这里进门就是琳琅满目的皇家大道 Royal Prominent 很多商铺和酒吧都在这层 也是我认为人流最多最热闹的一层 这边有披萨店 咖啡店和酒吧 可以买一些披萨 点心酒水 如果买了drinking package 就可以免费拿 一边喝一边逛 到船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app上的地图指示 来到紧急集合打卡点 之后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 就要到这个地方 集合 边上正好是预定瘦的地方 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演出 所以我们打算进去定一下瘦 这就是电视图 你只能找到你的座位 只能追到电视图的指示 如果需要帮助 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好的 谢谢 你们都很好吗 加勒比的服务很好 这边的工作人员态度都很好 最后是各种收的介绍 前面是收的各种的时刻表 接下来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去预定餐厅了 船上除了有很多免费的餐厅以外 还有一些付费餐厅 这些餐厅非常火爆 需要尽快预定 不然很快会被预约满 我们去了Hook的海鲜餐厅 把所有想去的付费餐厅都订上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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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我们来做一个学生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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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买了这三个免费的餐厅 我做它为谁呢 你好 你去哪一天? 哪一天? 今天,對 哪一天? 謝謝 我來吃今天 對你吃午餐,你會有兩種選擇 你可以吃一餐廳 一餐廳 一餐廳 你也可以吃午餐廳 在大船後 都是餐廳的 但是大船後 好,哪一天? 是大船後 大船後 大船後 謝謝 再見 這片區域是第15層的水上遊樂區 有多個水上滑道,泳池和溫泉區 之後會單獨做視頻介紹 水上樂園區連接了我們經常去的自助餐廳 溫渣馬販船自助餐廳是郵輪上最大的自助餐廳 有大面積的落地窗可以看到船外風景 因為現在還沒開船 所以看到的是碼頭的景色 主餐廳區有一些主食肉菜還有印度料理 它還提供一些素食 這邊還有美餐窗口 有漢堡,熱狗等美餐 還有湯 我還挺愛喝這個chicken noodle soup 這邊還有沙拉區 有一些預製沙拉 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添一些配料 包括洋蔥,蛋黃碎,冰嘴糜 胡蘿蔔絲,麵包碎,堅果,cheese等等 這邊是打咖啡果汁去水的地方 還有水果區 台上的水果非常新鮮甜美 尤其是菠蘿,每次我都會吃一大盤 一天登船還有小cupcake 我選了一個黃色的 吃飯的時候我們就聽到廣播可以check in了 所以我們拿著小蛋糕去找我們的房間 我們的房間在第十層 位置在船的中部 當時很多人的行李已經被放在房間門口了 不過我們的行李還沒有到 但是起航前也順利送到了 198 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房間了 前面是沙發和一張桌子 後面是床 然後是我們有一個陽台 外面可以直接看見海 進門邊上是自身間 這是洗澡的地方 這邊有幾個櫃子 房對面有一個電視 這邊是我們的陽台 咱們的包還沒到 現在還停在Miami 我們的陽台還挺大 挺大 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為會小肺 我以為會很小 我們在附近 郵輪在下午四點正式起航啦 船上的人都在歡呼 前方是Miami的South Point海灘 虽然天比较阴 但是景色还挺美的 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去了 Hook的海鲜餐厅 它主打各类海鲜 包括虾、龙虾、螃蟹、牡蛎 和其他贝壳类美食 大约 海鲜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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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分别点了海鲜拼盘 包括了一个烤龙虾尾 还点了一整只龙虾 吃完甜点之后我们就回房休息了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海的下面是什么样子 你看 然后遥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烤龙虾 就是那个发光的那个条件 就是 App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